亲爱的蔡总统 各位在台的祝爱使节 牧师们 与会的嘉宾以及弟兄姊妹们 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大会的主题 国家和外世心 我们都知道家和外世心这句成语的意思 就是讲到家庭和睦才能做任何事情都能兴旺 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家和外世心的例子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看到 还有一个更大的领域 更高的层次 就是国家和外世心呢 这到底是一个其免 一个理想 还是能够真正在国家当中落实 圣经多数提到我们要来看一个国家 就是以色列 神也一再地使用这个国家 向世界说话 第一我们来看他们如何处理人口 以及多样多元的移民问题 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出席 他们的国内犹太人只有65万 境内的阿拉伯人却有130万人 周边的阿拉伯民族更将近有3000万人 而以色列人口800多万中 约台湾的三分之一 周边的国家却约有三亿 是他们环视的非常多的民族战 他们建国70年以来 打赢了10场的战役 没有输到任何一场 因为输到任何一场 他们就即将亡国 在如此动荡之时 他的科学家们还是努力了得了12座的诺贝尔奖 近百年来有超过70个国家的犹太移民 回到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土地 他们从高科技 医学 音乐人才寄进的俄罗斯移民 到多数不认识次的伊索皮亚移民 进到这块土地 带来不同的语言 文化 风俗 与思想 形成各样的社群与政党 这些复杂多元的移民 使得这个国家更多的撕裂与分歧吗 而事实上 这些多元反而使得以色列 形成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化大人物 这些复杂与多元 使得这个国家成为了最伟大的流行之产 为什么他们能够克服这些多元文化 以及移民的挑战呢 因为赐给他们这块土地的神 就是治理一切的上帝 有了上帝 就有了治理的智慧与能力 第二 我们来看他们如何走出历史的伤害 人类历史不断地对犹太人 不断地迫害与屠杀 二十四季大弹期间 欧洲的希特勒与纳粹统治下 屠杀了六百万的犹太人 其中有一百五十万是孩童 今天让我们来看见 以色列如何定位 以及看待历史的公益与伤害 以色列与犹太人如何走出 活泼 家王 民族各样的伤害 希特勒的党羽的后代 统称为希特勒之子 一日有一位希特勒之子 在波兰奥弗卫星集中营当中参访 巧遇一群犹太的年轻学子 他们正巧在同一间教室里 其中有一个孩子问这位希特勒之子 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 他回答说 我要来看我主妇当时在这里做了什么 这位犹太的孩子问他说 如果现在你的主妇也在这里 你会做些什么呢 那一位希特勒之子就告诉他 我会亲手宰了我的主妇 当下的空气立刻凝重起来了 而此时在角落有一位白发的爷爷 突然出声说 我就是当时在此集中营大屠杀的幸存者 他缓步地走向那位希特勒之子 展开他的双臂 抱着那个惊恐既羞愧的希特勒之子 并一位慈祥的爷爷的生意要告诉他说 孩子 你当时不在这里 那位希特勒之子 留出了他以为永远无法弥补 不能被赦免的原罪 却被饶恕与重获自由的眼泪 以色列的上一代 奴隶的带着下一代 走出历史的撕裂与伤害 因为给他们这块土地的神 就是医治与伸冤的上帝 伸冤在主 有了上帝就能够化 咒诅与伤害成为祝福 第三 我们来看他们的政治领袖团队 以色列开国国父 文武良先生 提出了五大治国理念 第一 人数不均 二 战役不备结束 第三 提高土地产值 第四 增加人民刀直化 第五 国家事业永续经营 以色列建国之初的几位总统总理 为了带领国家往前走 他们可以放下不同的意见 成为一个团队 互相支持帮补 他们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解释唯一的目标 就是国家 共同完成这五大理念 甘愿放下自己的政党 自己的既得利益 放下差异 整合成见 圣经的话如此教导我们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以赴所述第二章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原文作 他是我们的和睦 将两下壳为一 才会为了中间隔断的墙 以色列有着许多的历史 内外的环境 都可以使人不和 然而他们看见了 和不是表面的平静 在地上不会有绝对的公益 深渊必在上帝 和乃是在差异当中 看见彼此的优势 如何整全 如何彼此相互 和是放下自己 不能给人相和之处 以国家永续 与安康做最大的利益 和是善用环境与困境 是神人合一 和是把彼此先天的缺点 变成后天的优势 以色列擅长处理 人和人之间的差异 和大自然之间的困境 如今它成为 缺雨不缺水 缺地不缺粮 缺油不缺电的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一个神 能够帮助治理国家吗 那为创造以色列的真神 不只是能够拯救个人 它更是能够拯救 整个国家与民族 它是那位在沙漠开江河 在困野开道路的神 它能够给我们道路 真理 生命 使我们能够建立 与神相和 与人相和的国家 那为帮助以色列的真神 定然也愿意帮助一切 以他为神的国家 我们与以色列同样面对 许多相近相似之处的困难 我们都需要那位创造 列国外邦的上帝 让上帝来带领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和睦 并使我们的国家走出困境 才会因着差异与伤害 所造成隔断的墙 使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彼此和睦 迈向安康 愿上帝眷佑我们的国家 谢谢刘伍师所传讲的信息 谢谢大家